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行间就是以前这个结婚 喜庆的时候呢 就经常用到的一首曲 为什么叫老六板呢 就是有百分之一 都是一拍子的 接下来来介绍一首樊王宫 公就是咪 烦就是发 北方以前大仪上 我们一个小仪上 主要是流传在杭州地带 四座生呢 实际上广义的来讲 就在我们一千多年前了 就是有了四座了 就我们这个 在这魏晋 这个是黄熙之的《蓝庭序》里面 就有这句诗 虽无四座管寻之声 一伤一勇 也罪亦唱寻幽情 白剧在他的《琵琶行》里面 就是说 就是 《寻阳地帖 无音乐 终遂不闻四座生》 所以在这个 在古代 在一千多年前 就是四座 它是随着经济 文化 政治发达 它渐渐地 人民的生活 也安居乐业 所以这样呢 就诗座 在这个比较经济发达的地方 它容易发展 就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呢 就是 我讲的就是诗座音乐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比较文雅的 现在大家知道 诗内语 清朝 清代的时候呢 就是 长面的音乐 叫初乐 细腻的音乐 就叫细乐 所以 苏行之乐 无乐之音 那么在这个 记载当中呢 就是 为什么叫四座呢 就是 才 苏行之诗 在 洞庭之诗 即 全数精华 便 无乐之音 将来 有四座者 那这个 在 明清之后呢 渐渐在 上海 这家 渐渐营成了一个 这个 四座 这个 大家团体很多 有两个人呢 也可以三个人呢 也可以十多个人 也可以很多 尤其在江南地区 在清明前后啊 就是 大家在 茶山那儿 这个 这个 画着龙舟 敲着锣鼓 皱着诗座 所以 两岸诗座 声不断 便是天下 神仙是 在这个上面呢 就是说 在我们的清代基本上 就是 在上海 这家一代 发展的比较 比较多 因为四座的音乐 基本上就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何为最贵 我们今天 就是 照一般性的舞台不一样 就 北京的书法家呢 这两位书法家帮我们写了这个 字符 上海唐家班 江南四座乐团 也感谢他们 这个 八线中呢 就是 国家军院特地定做了 照这样做 所以我们乐器 谱字 都放在这儿 第一首呢 我们想 演奏一首这个 行戒 行戒就是 以前这个结婚 喜庆的时候呢 就经常用到的一首曲子 一段行版 一段小块版 就送新娘的时候 以前抬着轿子 也是演着这首曲子 演奏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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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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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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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这样唱的 那么这个公就是咪 烦就是发 它就在老六版当中 就是所有的咪不演奏 改成发 它变成说说发发说发嘞 发嘞嘟嘟嘞嘞嘞嘞嘞嘞 所以没有西洋音乐 所以这个几百年 它这个和声啊转调啊旋律啊五线谱 我们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知道 这个音律的转调 实际上就是一个转调吧 用极调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听一听 这个是一首文曲很文雅的 你们听听有没有感觉到有点熟悉 这个是一首文曲很文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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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首文 ar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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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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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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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